关心病被称作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,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,日本的关心病死亡率仅为另,41%,全球最低,在55到64岁的男性中,日本人关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。 据统计,我国的心脑虚管病发病率是日本的75倍,他们的护心诀窍就隐藏在生活习惯中,我们也不妨借鉴一下,日本人的十大护心经验,一,爱吃深海鱼,日本四面环海,日本人可以随时吃到了大量新鲜的海产品,几乎每天的都会是两只鱼,烹竹方法度为低温乳熟,清蒸等。 日本人从小的饮食就离不开鱼,很多研究证明,长期吃鱼,特别是深海鱼,内如鲑鱼,喂鱼等,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,降低板固醇,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,达52%以上。 常吃鱼的心脏病人,两年内的死亡率比起不吃鱼的人,要减少30%,二,喝绿茶,绿茶是日本人的最爱,他们喝的时候会把茶叶尽量碾碎,然后泡水,连同茶叶幕一起喝下去。 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,可以使人摄入更多的茶多酚,对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。 绿茶有许多保健功效,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,以致胆固醇的吸收,减少快胆固醇。 缓解磨炎管动脉周样硬化,还能加速体内脂肪燃烧。 三,走路多,研究解释,酒做会伤害心脏,每度一个小时去管的堵塞几率,将增加14%,虽然日本车卖得不错,但日本人自己却很少开车,无论自己有没有车,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地铁、公交、自行车出行。 这样一来,即使工作再忙,再没有时间锻炼,下班后走路和战略的机会多,也能锻炼身体。 四,喜欢吃纳豆,日本人吃纳豆就像中国人喝豆浆一样普通,年中小学的营养派餐里,老年人福利院中都少不了纳豆。 在日本超市里,纳豆底斑和豆浆、豆腐等豆制品陈列在一起。 研究证实,纳豆有酱汁、酱压、抗酸、强骨和促进肠道健康等多种保鲜作用。 它最重要的有效成分为纳豆因为类,具有容紧血刷的功能。 五,吃盐少,吃盐都是非常有态的,研究发现,吃得太咸,容易导致血压增高,加重心脏负担,引起心血管疾病。 又统计显示,日本人平均吃盐量,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。 对于各种食材,他们喜欢生吃、凉饭、水煮、清蒸,拒绝重口味,用美食加称。 日本料理是用水煲活着的,少油、少盐、少调味品,吃起来健康清淡。 六,做菜不怎么放油。 中国人做菜喜欢把油烧热后下锅爆炒,日本人吃用却很聪明。 他们做菜很少放油,大多生吃、水煮或清蒸。 菜熟了后,再放一点油,动物油基本不用,主要用植物油,包括菜籽油、橄榄油、葡萄籽油等。 植物油里不饱和脂肪酸丰富,能减少血小板聚集。 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率,但植物油经过高温加热后,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被破坏,不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 七,每天要吃30种食材,一天吃30种食材。 这是日本厚生劳动省,在1985年为了健康的饮食生活指南中提倡的饮食目标。 此后,30种食材这个概念,在日本传播的非常广。 被很多主妇当作一个准则来安排一天的饮食生活,有人怀疑,一天吃30种食材很难做到吧? 其实有点心,并不是难事。 比如,可以用几种补物逐一锅健康的杂粮米饭,熬汤时多放入一些食材如豆制品,海鲜,蔬菜等,种类多,饭量少。 吃饭八分饱,质量有利于营养均衡,控制体重。 8. 管住腰围 研究发现,腰围粗的人患心脏病的几率,约比其他人高40%,尤其是大富贫贫的中年男性更容易猝死。 日本法律规定,企业必须每年对40到75岁的员工进行腰围检查。 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厘米,女性腰围不得超过90厘米。 腰围超标者必须要去检查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。 若其中影响不合格,将被列入代谢综合征对写人群。 两项不合格,却要被列为代谢综合征患者。 要是企业没有管理好员工的腰围和体重,还将面临政府的罚款。 于是,日本人的腰围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小的。 除了一些乡图运动员,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胖子。 酒,爱干净,为啥这样说。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,日本人牙膏消费世界第一。 研究发现,减少口腔牙周细菌可减缓,与防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。 那么,定期刷牙,用牙线清洁牙齿,以及定期维护口腔健康可防心脏病。 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后,研究人员发现,承认自己不常刷牙的人。 心脏病风险多了70%,口腔部卫生是牙龈感染。 牙周病的主要原因,就会增加个人发炎的负担,增加心血管的风险。 神,下班后会放松,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,大部分日本人都会泡个澡。 节假日则去泡温泉,即使房子不大,有四五十平方米,家里也会买一个小浴桶,只够一个人蹲在里面。 千里浴后,全家人轮流进入浴桶,每人泡炙二十分钟,不经可以扩将毛细血管,才能释放一天的压力,充分放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